第七章 凡事都有可能 1950年代中期 内维尔在洛杉矶主持自己的电视节目 以及广播节目在1971年的一场演讲中 内维尔被问及他的电视节目 他的回答如下 我在洛杉矶的十一频道 拍摄了26集节目 已播出了13集 后来我休息了大约三个月 又回去做了另外13集 所以总共有26集 每集半小时的节目 我在节目上所做的事 就跟我现在所做的事一样 他们给我一张讲台 我就坐在桌前即兴发挥 没有任何提示通知我要上场了 当他们开始拍摄时 我只要坐在桌子前 不用上上下下讲台 现场没有导演 摄像机只需要朝着我的方向推进 等我说完后 镜头就逐渐淡出 切换到跟着我的那部摄影机 但这个节目得到了广大回音 我收到了许多邮件 就我所做的事而言 这个节目可以说相当成功 但他们还是无法用来卖香水 节目组告诉我 每周下午两点到两点半的时间 收看节目观众超过了三十万人 收视调查是这样说的 当时 这些节目都是现场播出的 不是播放录影带 而且录影带也是后来才出现的 所以那些东西现在都成回忆了 很遗憾 内维尔的节目 没有留下来任何录制的视觉资料 以下收录的文字来自其中一集节目 极有可能是唯一的一份录音逐字稿 相当珍贵 由于留下的录音档案品质不稳定 有几处我擅自做了些补充 米奇霍罗维斯 仔细听 这个来自约书什么亚纪 第一章第三节的故事 他是这么说的 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 我都赐给你们了 你信了吗 我知道这是真的 也已经证明了 这个故事不是讲给外在的你听的 而是给内在的你听的 大部分的人甚至没有意识到 一个内在的自己 一个真正的你 《心什么约》是这么描述的 属血气的人 不领会神圣灵的事 反倒以为愚拙 并且不能知道 因为这些事 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 哥林多前书 文中告诉我们 头一个人 即外在的人 是出于地 第二个人 括号内在的人 是出于天 我引用的这段话 出自约书什么亚纪 约书什么亚纪是希腊文的 Jesus 含义一样 字面意思也相同 而Bible中 所有的应许 都是对那个内在的人说的 也就是第二个人 出于天的人 而不是那个外在的人 外在的人 被感官本质所限制 束缚 只有感官所允许 所支配的事物 才能感知得到 相反的 内在的人 没有任何限制 也就是凡你们脚掌 所踏之地 我都赐给你们了 现在 让我来告诉你怎么做 我曾经 面临了一个大问题 在我自己 及我的目标之间 横护着 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 整个战争期间 我都没有见到 巴贝多的家人 所以战争一结束 我就带着我的小家庭 搭上从纽约出发 前往西印度群岛的 第一艘船 我们搭船去 千里达 再从那里 飞到巴贝多 抵达后 我哥哥问我 打算何时回美国 那时是1月30日 这么多年后 才刚返回家乡的我 想多停留些时日 我想 或许到4月底 5月1日 再回美国 然后他对我说 你在美国时 一定早安排好 回城了吧 我说 我没有 他说 内威尔 你怎么能 这样离开美国 那可是 全世界的首都呢 一切应有尽有 尤其是纽约市 如果 你要安排行程 当然应该 在纽约就办好 你知道 巴贝多上 有多少人 等着要去美国 成千上万 真的毫不夸张 小小的巴贝多岛 什么也没有 只有两艘船 在水域上航行 一艘载着 120名乘客 驶离波士顿 另一艘 仅载着 60名乘客 离开纽约 我知道的情况是 所有的船位 及所有可载人的空间 从现在 一直到9月 都已经被订满了 而现在 才一个月而已 不仅是船位 被订满 事实上 还有成千上万的人 排在候补名单上 如果你们一家四口 现在要订船位 铁定会排在 候补名单的最后面 这样一来 你可能要两年后 才能离开这里 我当时没有告诉他 以下我将要讲那事 因为他不了解 或说不熟悉这个技巧 告诉他 只会徒增困扰 我也没有预定船票 只是把名字 放到候补名单的最后面 当时是1月 我在巴贝多岛度假 想在5月1日左右回纽约 时间还久 所以我不担心 因为买不到船票 而破坏假期 而且我自有打算 到了3月底的某一天 我看到前往纽约的船 离开了港湾 于是在脑海中描绘出一幅 栩栩如生的景象 那天 我在用完午餐 回到旅馆房间后 就坐在舒适的椅子上 这就是我所做的事 我知道 如果内在的我 执行了某个行动 那么外在的我就不得不去 重复这个行动 这是因为当内在的我的行动 与外在的我 为了满足渴望而采取的行动一致时 那个渴望必定会实现 因此我会让脑海中的景象 尽可能生动逼真 并想象 当我登上那艘船时 会看到什么 会做什么 还有会听见什么 我知道 要搭上那艘船 有一件事 我一定得做 巴贝多当时没有深水港 所有乘客 都必须从港口 先搭小船 在登上停在一英里外海的大船上 然后小船会被拴在大船旁边 把跳板放下后 乘客就可以走跳板登上大船 如果我要搭上那艘船 这是我必须执行的动作 我可以像旁观者一样 去执行这个动作 但这与真正的身离其境的感受 完全不一样 此外 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境 我必须真的能感受到 那些复杂的情绪 一方面 我要离开一个久别重逢的美好大家庭 回到我在纽约的温馨小屋 另一方面 我很高兴 能够顺利搭上船回家 但也为了离开亲人而悲伤 所以 我感受到的情绪将会百味杂陈 悲喜交加 就像先知所言 用快乐与悲伤 支撑的神圣心灵的衣裳 我完全了解它的意思 这是把两种不同的情绪 混合成一种又喜又悲的情感体验 于是我脑海中浮现出 我必须去做的事 当时我就像现在这样坐在椅子上 先是诱发一种如梦境般的状态 这样的状态 其来有字 约伯什么记 告诉我们 人躺在床上沉睡时 神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 开通他们的耳朵 将当受到教训 印在他们心上 是的 我知道那个会将教训 印刻在我心上的神 就在我之内 因为神在人之内 而非人之外 神就在你之内 因此 在我之内者 必定是自己那个美妙的我是 I am 也就是在每个人之内的神 人的意识 而那个内在的人 是神的独生子 指的就是我的想象力 坐在椅子上的我 陷入一种昏沉的状态 那是一种即将入睡 如梦似幻的催眠状态 要注意的是 你只能将这种状态诱发到某种程度 不能过犹不及 太过了就会睡着 然后注意力就会失控 无法继续集中在你所渴望做成的事情上 而且这种状态必须在你的控制之下 而不是由他人来操控 因此 我必须自己诱发这种昏昏欲睡的状态 但只能做到某种程度 在我即将睡着之前 必须抓住这样的状态 你可以把意识比成海洋或潮汐 有涨潮也有退潮 退潮时 就是我的身体机能正在运作的时候 我清楚知道自己在工作室的哪个位置 也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 涨潮时完全是不同的状态 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也就是睡眠时的无意识状态 但是 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状态 睡眠时的无意识涨潮 以及身体机能都在运作的退潮 有各种可能的中间状态 而我想要的是一种快睡着的状态 我之所以会用涨潮来比喻 是因为我想到高潮可以多轻易地 脱离感官的限制 把受困已久的感官从枷锁中解放出来 那时的我就被困在自己的感官中 因为他们告诉我 我无法离开岛上 我从兄弟、父亲那里听到这些消息 他们也一再证实我的感觉 在这里 我被困在感官的枷锁中 但我知道 我可以摆脱他们一再告诉我的消息 摆脱那个外在的我至今为止 所有的认知 以及摆脱身体机能告诉我的一切 确确实实地搭船回到纽约的家 因此我要做的 就是去执行一项可以暗示我 回到纽约的行动 我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然后在舒适的椅子上坐下来 诱导自己进入一种如梦般 昏昏欲睡的状态 并且趁着注意力 还未飘走之前 开始集中想象这个行动 我是这样做的 我想象自己真的走上了那块跳板 接着走到甲板上 握住船弦的栏杆 此时 我回过头 可以看到家乡的乔镇港 并生出一股悲伤的离别情绪 同时还挽杂着 几丝甜蜜 因为我很高兴 要启程返家了 我想象 自己踏上跳板 然后一步一步地走过跳板 这个过程 尽可能做到逼真与自然 每一步 我都走得很坚定 并且 尽可能让所有感官都动起来 当我走上 这块想象的跳板时 我意识自己开始失神了 注意力 逐渐从我的任务飘走 我会发现这一点 是因为 我给自己设定了一个任务 走在踏板时 要扶着两边的绳索 接着 我发现自己完全消失 人已经不在船上了 当我意识到自己的注意力 飘离了目标 我把自己带了回来 重新从跳板的第一步走起 一遍遍地重复这个过程 直到它能够逼真到仿佛身临其境为止 当我的动作 看起来正常 自然又真实时 就知道自己确实做对了 所以 我必须不断练习 反复走上踏板 一直到我睡了过去 这时是星期四下午 大概是两点半到三点之间 第二天上午10点35分 美国旅业轮船公司 就打电话过来 通知我拿到了下一趟航程的船位 4月21日开船 5月1日就能回到纽约 这是我的亲身经历 所以我知道 确实可以做到 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 我都赐给你们了 现在设想一下 如果你拥有了渴望得到的东西之后 你会做什么事 然后 开始去想象这件事 直到它生动逼真的 让你可以去看 去做的程度 然后 一遍遍地反复这个过程 直到这件事 对你来说 就像是真实的存在 当你在昏昏欲睡的状态下 去做这件事时 要让自己在过程中 逐渐进入更深沉的睡眠 然后 等你在第二天 或五分钟之后醒来时 我是过了大约半个小时 发生了关联性 也因为如此 他们被吸引到 我所想象的剧情中 各自出演他们的角色 我没有船长的名字 服务员的名字 或是传上任何称客的名字 我不担心 事情会如何发生 因为我知道 它一定会发生 结果不到24小时 我就如愿地 确认了我的航程 外在的那个我 无法做到的事 内在的那个我却做到了 而这 只是基于一个简单的原则 当内在自我的行动 与外在自我 为了实现梦想 或满足渴望 而必须采取的行动一致时 该行动 就势必会在这个外在世界 被完成 我清楚知道 这条法则是真的 回到纽约后 当我在纽约市政厅演讲时 就提到了这次的经验 一位出席者表示 我要证明这条法则是错的 今天晚上 我要亲自试一试 于是他真的这么做了 他有好几年 没爬过梯子了 因为 没有什么机会 需要他去做这件事 那天晚上 他想起了这件事 并确定 自己不会有机会 爬梯子的 所以决定 去想象这件事 他在舒适的椅子上 坐下来 想象有一把梯子 然后 一级一级爬上去 他一遍遍地爬梯子 直到他在爬梯子的动作中 憨然入睡 四天后 他出门拜访一位数年不见的老朋友 对方问他是否能爬上梯子 帮他重新调整一幅画 当时他没有意识到什么 直到他爬上梯子后 赫然醒悟 当他想到自己 竟然证明了这条法则时 情绪非常激动 差点从梯子上跌落下来 现在你不要想着 推翻这条法则 也不要带着疑惑 爬上梯子 因为 你为了推翻所做的尝试 会反过头来 证明它是真的 相反的 你真正要做的 是让自己进入一种眼界更高 更崇高的状态 无论你是谁 都可以成为一个很棒的男人或女人 你要去建构一部小戏剧 暗示着梦想得到实现 并且一遍遍地演练 直到每一个情景都变得自然又真实 我可以向你保证 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 我都赐给你们了 等广告时间过后 我会回来告诉你们一个小插曲 那是目前为止 我能告诉你们的一个最有趣的案例 正如我先前所说的 如果 有某个行动是必须的 你必须去求助内在那个你 内在的你一定使命必达 我要说的这个故事 发生在旧金山 我的听众中 有个失明的女孩 她面临了一个问题 虽然她失明了 但收入相当不错 因为最近巴士改道 她光是一趟路程 就要花两个半小时 换三辆公车 她看不见 多年前 因病摘除了眼球 当你细看她的眼睛时 会发现她的眼珠 是小小的塑料柱子 所以她面对的问题是 当她下公车后 必须在原地等着 希望有好心的路人 帮她过马路 好去转搭下一辆车 如此过了两个星期 她发现自己无法 在两个半小时之内 到达工作地点 而以前 她只需要花15分钟 搭一辆公车就行 于是有一天晚上 她坐在客厅 研究了一下 计程车的可行性 发现这完全不现实 接着 她考虑是否退掉公寓 改租其他地方 她快速考虑了 所能想到的方法 发现全都挚爱难行 最后她得出的结论是 从她的公寓到工作地点 搭一辆车子来回 是唯一的解决方法 但是 她的残疾 让她无法自己开车 而她也负担不起 请司机接送 所以她决定试试我的方法 她坐在客厅里 一把舒服的好椅子上 假装自己正坐在 一辆车子的前座 她还感觉到 坐在她身边的是个男人 然后 她感觉到车子行驶的节奏 也闻到了汽油味 她能感觉到 车子在往前移动 接下来 她感觉到车子停了下来 她想 是因为遇上了红灯了 没过多久 车子又继续往前行驶 终于来到了她工作的地方 这时 她转头向身边的人说 谢谢你先生 对方回答她 这是我的荣幸 她下车 想象自己用力关上车门时 听到发出咔哒的关门声 然后 她走在木板走道上 来到了她的办公室 第二天晚上 她又把整个过程 想象了一遍又一遍 直到 她感觉到 就像是真的坐在车子里一样 真的看见自己所坐的车子 驶过旧金山街道 停在办公室的建筑前面 也看到自己下车 跟司机道谢 然后转身 走上通往办公室的那个斜坡 这天晚上 就在她完成这个想象过程 并赋予她现实感之后 陪伴她的人 为她读了晚报 晚报上有一张照片 是一个关心盲人福祉的男人 她听了那篇文章的内容之后 决定打电话给这个人 于是 她从电话簿找出了 这个人的姓名与号码 然后打给了对方 这个男人表示 就像报纸所写的 她确实很关心盲人 但她现在没有时间讲电话 打电话给她也不方便 如果她能够写一封详细的信给她 说明她的问题为何 那么她会考虑提供协助 于是她就写了一封信给她 说明她的问题 一个通勤上的小问题 第二天 这个男人收到了她的信 她读完后 把信放进口袋 在回家的路上 她照例先去了酒吧 她认识这家酒吧的老板 点了一杯马丁尼 或她习惯喝的酒 喝着喝着 她开始说起了 那个失明女孩的故事 当时酒吧里 有一位素未谋面的陌生男人 曾经是这家酒厂的外务员 她在旁边 听了这个故事 说道 我现在生活无虑 想要为这个社区做些事 你说的这个女孩 不仅可以自立谋生 不靠纳税人来养她 而且信中还说 她正在训练 其他九个盲人的谋生能力 这个应该由纳税人来养活的女孩 不但能够赚钱养自己 还教导其他盲人 如何赚钱养自己 而我生活过得不错 却没有为社会做过任何事 所以就让我开车 宰这个女孩上下班吧 收到信的男人说道 太好了 如果连你这个陌生人 都愿意开车宰她上班 那么我这个自诩 关心盲人的人 更应该把她当成自己的事来做 所以我负责带她下班时 开车宰她回家 就这么说定了 这是将近三年前发生的事了 六个月前 当我见到那个女孩时 她告诉我 每个工作天 她的两名司机 从来没有放过她鸽子 一位宰她去上班 另一位宰她回家 此外 当中还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第一天 她下车时 她转过头 对送她去上班的那个 前外务员说 谢谢你先生 对方的回答是 这是我的荣幸 她所说的话 一字不差 正是她在想象场景中 为了让事情更逼真 让那个司机说出的话 这个女孩 这个女孩只做了两天这样的想象 因为第三天 就真的有人载她去上班了 我要告诉你的是 如果她做得到 如果我做得到 那么你也做得到 我已经做过许多次了 也把这个简单的技巧 交给其他人 你必须学着去相信 内在的那个你 也要相信 那个你看不到的实相 肉眼看不见的世界 并非不存在 对想象来说 那才是真实的世界 内在的那个你 还远比你 紧抓不放 思虑太多的那个 外在的你 更为真实 去试一试 这些想象行动 从来不会 无功而返 每当内在的自我行动 与外在的自我 满足渴望 而必须采取的行动一致时 你的渴望 就会被满足 这个美好的世界 只不过是为了 满足我们的渴望而构筑 我们之所以建造它 是为了落实我们的愿望 你生活在这个世界 有强烈的渴望 也有美好的期盼 或许是工作方面 或许是收入方面 或许是想为关系紧绷的家庭 带来更和谐的氛围 无论是什么 你都可以设想一个内在的行动 用来实现你的梦想 然后 在你内心 一遍遍地重复演练 让它越来越有真实感 等到对你来说 事情看起来发生得很自然时 你就可以安然入睡了 我相信 只要你 没有在中途睡着 就会有相当的效果 否则 它似乎会以某种奇怪的方式 阻止想象成真 当然 你不必真的睡着 但我的亲身经验发现 如果我能在执行这个暗示法时 睡着 我就可以迅速地 塌陷时间 在八倍多时 我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 就拿到了船位 虽然 这艘船 二十一天 才出航一次 尽管如此 我知道我会搭上那艘船 我有 确凿的证据 因为我拿到了船票 那个女孩 用了大概两天的时间 到了第三天 就有司机接她上下班 但她真正启动想象行动 也只花了两个晚上的时间 她两个晚上 都坐在客厅 假装自己 正坐在车子上 还闻到了汽油味 想象时 要全神贯注 你可以设想 你看到的某个景象 闻到了某种气味 以及有如实质的触感 我现在把手 放在这本书上 想象 我正在俯弄 某个不存在的这里 没人看得见的东西 我沉浸在其中 让这件事 变得自然 又逼真 如果我在想象中 一直重复这件事 娴熟到 我做起来很理所当然 并且 在过程中 憨然入睡 你不认为 它会成为我的感知吗 每个人 活在这个世界上 都应该如此生活 现在是 未来也是 因此 不要为了生存 去盗取 不属于你的东西 靠着这个技巧 你不需要去盗取 也能活下去 你必须 置之死地而后生 意思就是 你要放下 并丢掉 那些被你概念化的东西 然后 想象自己是另一种状态 当你看到自己 正处于 渴望被满足的状态时 就会在 那种状态下 入睡 如此一来 你就会了解 这段话的智慧 人躺在床上 沉睡时 神就用梦 和夜间的异象 开通他们的耳朵 将当受的教训 印在他们的心上 我们在晚上 排练 白天在外面事件时 所扮演的角色 我们将要做的 所有一切 都是出于 内心难以抗拒的行动 因为 这种内在行动 就是让外在事件 得以显化成型的力量 如果你了解到这一点 那就要起而行 等你真正去做 我可以保证 你必会得到结果 但是 你必须懂得如何运用 这点非常重要 这个世界的每个人 都必须学会 如何靠着想象力而活 而且 唯有当你靠想象力而活时 你才算真正活着 在觉醒的想象力这本书中 你可以找到 那个失明女孩的故事 读过她的故事后 学着去运用 让自己成为 你想成为的那种男人或女人 记住 你可以成为这个世界上 任何你想成为的人 如果你知道 这些美好的承诺 你要接受他们 试验他们 我邀请你来试一试 以此试试我 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 轻浮于你们 甚至无处可容 内在的那个你 可以设想出种种不可能的状态 不可能的事 对内在的那个你来说 凡事皆有可能 稍等片刻 我将回来分享今天的心得 今天要提醒大家的是 凡你们脚掌 左踏之地 都赐给你们了 再见 谢谢各位 我们下期再见 我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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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来